我们来关心侯友宜的动向 他在27号的时候是关心了经济议题 所以拜会前行政院长财经专家陈冲的过程当中 强调经贸的发展是不能断也不能停的 而他昨天晚上侯友宜是到了高雄参加董事长的造势开讲 那在这个部分对于民调拉近却被称拿不到南部的选票 侯友宜强调南部是他的家他是南部小孩 那在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说 距离总统大选还有一段时间 侯友宜要努力的空间还很大 我们就持续来关心了 这一系列的整理就要来告诉大家 这个警探打黑金 大家在2024或许可以看到未来这个打黑金的方向 所以2024就成为了一个战争与和平 还有在台湾本岛当中呢 对于一些你不公不义认为应该要来处理的事件 大家就要来持续观察哪一位的参选人 哪一位候选人可以帮大家打击犯罪呢 在这边侯友宜他之前就有讲到说 很多南部的乡亲说现在是黑金横行 那偷拐抢骗是越来越严重了 还有就是网路上面的诈骗案也是层出不穷啊 很多的枪击案 那如果黑金一直挂钩的话 侯友宜认为这个跟就烂掉了 像是台南的光电弊案以及88枪 就应该要来查一查嘛 赖清德有没有说话呢 没有 而且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赖清德的故乡 台南的部分 而他却没有对此对外进行他的看法 还有说明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也持续来关注到的是 其实侯友宜之前对于是不是要废死 当选后要来执行死刑相关的问题 他也有做出回应主持人有询问当选总统的话 侯友宜是否会来执行死刑呢 那这边侯友宜他也有说 司法的审判不能跟人民的情感距离太远 公平正义一定要有人去做 而侯友宜也说他当选总统的话 该做的事情绝对不会等待 也不会妥协 那至于现在要来追的是台南88枪 还有相关的黑金以及光电弊案 我们就要来看了 徐晓星他日前有爆出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里面有很多关键的人 代表的是郭再清 还有像是赖清德 都有在同一个宴席出席活动 那之前赖清德虽然有说 他跟郭再清不熟不认识 但是呢就引发了很多的质疑 说这个照片有图有真相啊 你是不是要再继续对外来说清楚讲明白呢 那在这个部分2011年的时候 徐晓星就报了那个时间点 他说了很多的关键 他说在当时候的绿委李仪景的弟弟 他曾经在环保局做过了废弃物的管理科的基要 专门处理的是厂商埋卢渣 还有青岛废弃物 那他认为这个林仪景 宴席 赖清德跟郭再清 他就说了很多的状况 是不是就联起来了呢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会持续来帮大家追 而至于何友宜痛批这个政府的治安败坏 不尊重公务人员 他如果上任之后会怎么做呢 带您来听 如果我做状况 我会把所有人员叫做会 净化治安 不但这样 我会尊重公务体系的升迁制度 公开透明 让大家保持行政重力 不会让政治受到盖利 不会受到认识的盖利 尤其限制的退休的经警公教人员 他的生活一定要得到保证 要有尊严的生存 大家好对不对 人民的安居乐业 永远大于政客的潜力操作 因为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这是我们的是非对错 这是我一生勇敢 最重要的第一次 侯友宜最近接连的向前总统马英九 前台大校长管忠敏来请议这个治国的问题 那在27号的时候刚有特别点到 脸书再po出与前行政院长陈冲的合照 更透露了对方表示忧心忡忡啊 认为下一任的总统非常难做 因为中华民国正面临当前的困难 包含像是经贸发展的困境 是他非常忧虑的一块 而侯友宜在跟陈冲请议的过程当中 也谈到了台湾在人才培育的部分 必须要调整一下加快步伐 才能充实国力之本 那带动所谓的通货膨胀带来的冲击 而政府也应该要赶快来因应 在目前国内的金融体系上面 不断要朝国际化来发展 而且这个监理的力道 也应该要适度的来调整 因为陈冲认为这个政府带头公司协力 才能跟得上千变万化的市场局势 让台湾真的走向国际化 那侯友宜也表示台湾面临的挑战 只会越来越艰峻 不管是两岸还是任何的问题等等 那即使是千金重担 他认为只要让国家永续发展 他都愿意全力的来扛起 不过刚刚我们还没有讲完的 持续来帮大家追踪 也就是在于打黑金这块 我们刚刚说到了 徐晓星有接连的爆料 就是认为在当地的绿委 他的弟弟或许跟于这个郭再卿 有一些往来吗 这个是外界打上的一个大问号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绿委的弟弟 他之前是专门来处理厂商的埋卢渣 还有清道废弃物等等 这些都跟郭再卿 现在身上背负的一些 大家的疑问还有争议 感觉上是连接的在一起 所以徐晓星才说 这个是不是很多的状况 很多的一些细节都连起来了呢 那他也会持续的来帮大家追真相 来追出来到底这个卢渣案 以及后续的这些台南黑金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的是 赖清德最近的信赖之友会 是接连的在各个省市来 接连在各个市区 各个地方都来成立了嘛 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就很好奇了 你嘴巴上面说要来打黑金 要来排黑等等 可是为什么已经遭到贪污罪起诉的 这名包中乡长陈建民 他会在台上跟赖清德同台呢 你这不是很讽刺吗 那他认为这样的话 很多的民众如果不了解台上的人是谁 他眼中只会看着赖清德 那恐怕后面的人有没有一些 包含像是黑金啊 贪污罪等等的问题 或许一般民众没有办法及时的来了解 所以中天新闻也会帮大家持续的来报道 到底这些同台的人员 有没有一些受争议的 那我们也会在每一节新闻 帮大家做重点的整理 不过在这个部分 就有人分析说 其实这个排黑条款三读通过 就是为了要来骗选票 的确我们在礼拜五礼拜六 也有持续帮大家做了一些新闻的报道 我们也会持续的再来帮大家来看 到底这个排黑条款你是玩真的吗 还是只是要打击党内的声音 党内的一击呢 所以在这个部分 痛批黑金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 在野党攻击的重点 侯友宜他又指出了 民进党执政七年 在网络上面点出了治安的四大民怨 更有政治人物跟通气犯 还有诈骗犯来勾结 把治安的问题 却全部推给了第一线警察同仁 侯友宜就痛批政府跟高层 将帅类无能累死三军 那当权者跟黑金挂钩 这是权力使人腐坏 让警察根本就没有保护人民的关键 所以民进党执政这七年 忙碌只有四个人念 在那里面对着人 你有穿吗 你有穿吗 第一个你有骗吗 我刚才抓手的很多 第三个 你孩子有骗你来犯罪吗 还有最重要的 因为这是新上位 政党 政敌的人 与黑金合作为 我们就政党是没有 与枪质案 与诈骗案有关的 你叫警察要怎么办 你叫警察要怎么办 所以难怪 整体治安的满意度 落到百分之 存到39%而已 满意度存39% 你才能把他整理 塞给我们的警察 所以 高层的 要知道在这样的问题在对 不要常常落在 犯罪集团的后边在走 这典型的 降帅无能 累死三斤 所以这真的 这事情你就没有 用政治在改冠 还用黑金在交给 你是要怎么改冠 这黑市越少越多 相当的 研头没关系 所以看到诈骗猖截 这把人民最疼的 这把诈骗集团 不是一个诈骗而已 他分工很专业 以便要断织金流的查查 结合暴力 枪支 毒品 组织犯罪 年轻人 还有一种新的科技 这个新形态犯罪 尤其这些犯罪集团 最特殊的 很多都是年轻人 这简直就是 果然 这简直就是果然 但是现在看到有很多 正理人物 含唐一番 含早七番 在当中 哇 我们看过来 海途了 你较好的科技尊华 科学见识 通知性的尊华 都没效了 是什么 上位者 含这些人 高级 你要有黑金 有正理管理 你要叫警察 怎么做 有一句话 权力使人唬 绝对的权力 使人绝对的唬 人民最特殊的 有钱的人 跟黑金挂钩 这让警察 无法保护人民 会造成了 社会民心的动荡 这是最严重的事情 这是最严重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上面 有谁呢 有林怡景 有赖清德 还有一位是经常摄入 各式各样风波 在南部地区赫赫有名的 叫做郭再清 而且林怡景也承认了 这就是他当时 选上立委以后的感恩参会 民进党的主席 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过去从来不评论郭再清 反复他好像 不知道有这个人存在一样 可是呢 郭再清是他们的党内的重要干部 赖清德以为自己能跟他切割的干干净净吗 我们刚刚说赖清德一定认识郭再清嘛 他是民进党的前台南市的财务长 又是民进党的前中职委 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人物 跟黄伟哲也经常出双入队 怎么可能不认识 所以他其实被称呼为 民进党在台南的地下市长 在赖清德任内啊 越做越大 尤其是乱倒废弃物污染台南 在去年终于检方起诉了 不乏所得高达21亿 在大大的台南 哇呀哇呀哇 什么样的市场会让人买卢渣 在我手上的这个呢 就是李里长呢 带我们到郭再清的土地里面 应该要亲运的卢渣 亲自挖给我们看 赖清德任内的 有一位环保局基要秘书 这么巧 就是我们刚才第一张照片的 林怡景的弟弟 2011年曾经有在环保局 做过废弃物管理科的基要 这个叫天下第一科 因为他就是专门处理厂商 埋卢渣清到废弃物的科室 国民党团的台南市议员蔡玉辉 就曾经爆料说 这个人不是本科生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特权 能够让他以基要秘书的身份 在环保局 我们回想刚刚的第一张照片 林怡景的参会 邀了赖清德跟郭再清 是不是很多事情都联起来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